好,小朋友大家好 那老師今天特別帶你們來這個地方 這條路呢 是從嘉平要上泰伍的道路 是我們每天都會經過的道路 你們注意看 現在你們前方 這個工程 你們覺得他們在做什麼 在挖土 好,你們注意看 目前你可以看到這些工程人員 正在進行擋土牆的工程 為什麼要做擋土牆 就是要預防從上面 被雨水沖刷下來的土石 直接沖到我們的河流裡面 所以你們看 底下有沒有看到很像牆的這樣的一個工程 有沒有看到 有 好,這個牆就可以保護上面的土 不會在因為下雨的時候 直接就沖到我們的河流當中 好,你看 這也是擋土牆的一種 跟剛才那個用水泥做的一部一樣 你們仔細看一下 好,我們看更清楚一點 這是用什麼做的啊 石頭對不對 好,這個叫做什麼 蛇龍 那這個蛇龍呢 也就像擋土牆的功能一樣 也是保護 好,你看 山壁崩塌下來的石頭 可以被這個蛇龍擋住 你們注意看喔 在蛇龍的上方 會出現什麼 草 你們就這個草不要拔掉 為什麼 好,其實草 就好像大地的衣服 下雨天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穿衣服 被雨滴到 會不會痛痛的 會 好,所以呢 這些草呢 我們就繼續讓它生長 在這個蛇龍上面 也有保護的作用喔 我們來到這邊 已經到了舊舞壇了 好,你們注意看 馬路的旁邊 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東西 注意看 好,漂亮的房子 房子下面有什麼 是不是也有像剛才那些 擋土牆的設施 有沒有 而且你注意看喔 上面是已經長 長滿了很多的植物 好,這個植物呢 好,就是像老師剛才講的 它就像衣服一樣 可以保護我們的土壤 不會被大雨怎麼樣 沖刷下來 好,我們現在回過頭再來看喔 你們仔細來觀察 好,你看 每一層的擋土牆 是不是都有植物在上面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的功用 而且是最天然的喔 上面的房子 就可以這樣被保護下來 比較安全 好,這樣看起來是環境也變得很美觀 不會好像只看到水泥 好,只看到石頭 好,感覺在這邊生活一定很快樂 很幸福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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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